前几天我在后台私信里看到有粉丝想让我测评一个叫什么 虚敬欢的活军 其实这个名字还挺有时宜的哦 说起来天气已经逐渐热起来了 是时候启动我们的冰淇淋测评了 今天就让我来会会这个冰淇淋 来看看这个虚敬欢 外包装还是时下很流行的国桥风格 还有炕金的虚敬欢散口 看起来还是挺高端的 不过好不好吃 只有试试才知道 这里面有 干一后乳 午后之味 人间月桃 双眉宜然 满城欢喜 花月香榜 一共六种可味 前两种是浓奶味 后四块是水果味 干一后乳 内心的奶味相当绵密醇厚 搭配上浓奶外皮 一口下去 奶香四溢 但是一点也不腻 而且它家是使用四杯浓奶 所以这个奶味相当正 相当浓 午后之味 醇厚的芝士浓奶外皮 内心奶味浓郁 竟然能从冰淇淋中吃出浓浓的芝士味 而且这个产品也用了四杯浓奶 嗯 果然芝士就是利眼 人间月桃 这个颜色好像蜜桃肉啊 但是吃起来有股茉莉花的清香 和奶味浓郁的内心融合得真正好 这些产品的内心都添加了火炬 吃起来就感到一种健康安心的感觉 花月香榜 这只花月香榜居然能保留下来 芒果本身的清香和细腻的口感 而且因为外皮果汁含量高 吃起来就好像冰沙软软沙沙的口感 满城欢喜 清甜又人的甜橙味 内心吃起来口感非常美 和外皮融合搭配得刚刚好 双眉依然 每一口下去 蓝莓和蔓越莓果酱搭配着轻盈的奶杯 好吃 本来我以为薛敬欢又是商家推出来的噱头产品 没想到有烟有料配得上超高端定位 想要加配奶香就选干一后 喜欢吃芝士的千万不要错过五次芝味 如果你喜欢果香的话 那么剩下的几款绝对是以博二选择 对了 趁着夏天还没到 我还是多买酒去撕藏起来 剩得到最后又没货了 让我们看看这个神秘盒子里到底有什么 啊 哈喽大家好 我是天选吃的王大盒 之前我开过各种盲盒 没想到有一天我居然发现了外卖也有盲盒 这是一家日料店推出的烤雾盲盒 卖家说这个玩的就是心跳 里面大概会有十种烤船 一种烤鱼 重点就是这个烤鱼 卖家说里面可能会开出银血鱼 鰻鱼 多春鱼等等 银血鱼啊 往这一斤银血鱼就能卖到两百万 就一斤银血鱼的价格就比烤雾盲盒本身还要贵两倍多 啥一不说了 我现在就去买 看来这个保温袋里面都是烤雾盲盒了 好几年了 赐予我力量吧 开 一碗米饭卖家赠送 这碗米饭在卖家的店里标达是五块钱 没想到还没开就净赚五块 还有一份汤和一份蘸料 汤都是调料味 就很一般 汤和蘸料这个在店里没有具体标明价格 就算两块钱不过分吧 后面就到我们的重虫之中了 烤雾盲盲盒的部分 盐烤牛舌两串 这个盐烤牛舌一串就十三块 两串二十六 牛舌烤的比较中贵 猪肉串两串 鸡肉串两串 鸡软骨两串 香菇两串 光这些烤串加米饭 按照店里的正常价格买就已经一百一十九了 这不不亏啊 这一份烤雾盲盒才九十八 也就是说到现在我就已经净赚二十一块钱了 不过有一说一 这个烤串味道意外的还不错 尤其这个香菇 里面汁水还很丰富呢 后面就是重中之重了 这次的烤鱼部分 看看卖家给我 嗯 除了一份烤鱼还有个神秘盒子 这份应该是烤多春鱼 那道一般 我不太爱吃这种烤鱼 那这份难道就是卖家额外赠送的吗 让我们看看这个神秘盒子里到底有什么 啊 银血鱼 一斤就要两百零八的银血鱼 我 我 这个血转啊 味道还不错 优质比较丰富 卖家不会亏得连裤头子都玩 下次我要多点几分 什么 海底捞居然在南京开奶茶店了 这种好事我能不参约 走看看下这么老大的鱼 我冒雨出来为大家尝心 还不值得你们给我点个赞吗 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 哎你好 海单上有的麻烦都给我来一份啊 好的稍等 哎那个小姐姐 我问你个问题啊 一直听说你们海底捞的服务特别好的 对的 那是什么要求都能答应吗 要开始什么了 哎呀那肯定是正经要求了 可以的 那这样你们能不能帮我把今天拍的视频剪一下 是需要帮忙剪片子是吗 可以的 这都可以 我先联系一下我们店里的技术人员 稍后去找您可以吗 哦好的好的好的 歪 这里总共有6杯奶 话不多说 直接品吧 先来一口最火的花椒奶茶 做奶茶的小姐姐说里面有花椒水 但是我没喝出什么花椒味啊 奶油也不腻 细品又有一点点麻 整体喝起来比较清爽 建议大家都可以来尝试一下 悠悠观音 听说和茶颜月色差不多 但是我又没喝过茶颜月色 没有过分的甜 味道适中 一股淡淡的茶香 整体来说比较清雅 设计的四杯颜值都很高啊 我盲猜这个山楂梅子是酸梅汤的味道 嗯 山楂味比较浓 掩盖了里面酸梅的味道 酸酸甜甜非常好喝 里面还有脆薄薄 喝起来整体不会单调 很有嚼头 而且这么大一杯 这要8块啊 巨便宜啊 强烈推荐这个 白日葡萄 白日葡萄 没买新鲍 这三杯就是不出错 不难喝也没有什么亮点 和其他奶茶店的果茶味道差不多 要说最推荐 还得是山楂梅子 又好喝又便宜 嗯 我果然是山珠 就来喝便宜的 听说这玩意能吃出苹果的声音 这不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塑料瓶吗 里面装着苹果汁 就能咬出苹果的声音吗 真的一模一样 这里面苹果汁味道也没啥特别的 不过既然这个装着苹果汁的瓶子 能咬出苹果声音的话 那么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万物街客耍火锅之 顶级M12 雪花牛排耍火锅 我是火锅之神 王大鹤 天天我看到有人用M12煮马拉克 这都没意思 吃了爽还得是火锅了 边涮边吃 趁热吃 烫糊的 不比麻烈烫香多了没 肉切成了薄片 一会涮的时候熟的快 打些胡椒 海盐和辣椒面稍微腌一下 但是啊 我之前在成都吃火锅的时候 不是吃了一次M9烧火锅 我记得当时我的评价不是很高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消费者的陷阱 使我的嘴出了问题 今天我再来尝试一下 来吧来吧 在红油里面总锅一早之后 浸满了汤汁和香料 味道很饱满 它有口感和M9有些差别 嫩滑的口感 与M12特有的鲜香在舌尖碰中 谁也不说一声绝了 与煎的牛排不同 火锅激发出了它不同的香味 别有一番风味啊 果然是万物皆可涮火锅 可能是前期的腌制 产生了不同的化学反应 我单方面宣布 这是我吃过最满意的一次火锅了 那么下次 你们还想看我涮什么高级食材呢 在评论里发水 我一会就去瞅瞅 你们也别光自首看了 at你的小伙伴一起流口水啊 反正 pakai材咖啡 用